主席 我動議二讀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在座各位 我相信大家 對我今天動議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 都是感觸良多 這幾年在議事堂上的種種亂象 甚至立法會在2019年被非法闖入 佔領大肆破壞 這些情境相信大家仍然歷歷在目 去年中央出手訂立《香港國安法》 即時起了重大的震懾作用 不但平息了持續多月的社會動亂和黑暴情況 更加將一些反中亂港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的不法分子 承之於法 然而 特區選舉制度仍然存在缺陷和漏洞 一些反中亂港的分子 仍然持續繼續利用議會的平台 和議員的身份 試圖顛覆政權 破壞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為了徹底解決這個有關問題 倒絕有關的情況 中央政府今次再度出手 從國家層面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 讓特區可以重回正軌 撥亂反正 由亂而至 今年3月11號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四次會議高票通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制度的決定 政治體制是中央事決 而選舉制度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決定乃根據憲法 基本法 和香港國安法的有關規定所作出 可謂合憲合法 有利有據 出師有名 擲地有聲 中央從國家層面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彌補了選舉制度的漏洞 將為愛國者治港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使一國兩制的實踐 重回正軌 行穩志願 鞏固特區憲制的基礎 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的繁榮穩定